好下一題就是我前面跟各位講過的變形 上一次做這一題的時候是問桌面承受的壓力 就是杯子重跟水重造成的 現在問的是杯底承受的液體壓力 請問你大小如何 公式P等於HD 比H比D看誰大誰小就知道大小次序為何 OK 現在要找帥哥男生嗎 還是找女生 男生 男生 女生 7號 小樓 A 你答案選了叫做A 為什麼A 密度誰大一樣大 深度誰升一樣升 所以杯底的壓力會一樣 有老師問說怎麼會一樣 這個不是比較多嗎 因為這裡會撐住 這裡不是比較少嗎 因為這裡會壓下來 所以變成最後結果是一樣 然後我講過可以變形啊 很多變形啊 然後現在都一樣對不對 掉一個球下去 再問你壓力會怎樣 這時候深度還會一樣嗎 再來 再來 再來變形 散到這個空杯子 到一樣體積的水進去 壓力會怎樣 反正想法都一樣嘛 你問我液體壓力就怎麼看 P等於HD 看H看D 你問我 固體的壓 桌面壓就是F處理 A 看面積誰大看 東西誰重 就可以了 就這樣解決就掉了 就是叫做 律習時 都一樣大 OK 還有很多的變形 你考試 你七小時就會寫到 三小時就會寫到 好這裡也請問你 筒子裡面有這麼多密度 深度這麼深 然後底下120公分有個破洞 然後請問你那個破洞的側壓力 就是向外面的側壓力多少 然後要把它用手壓住 堵住 要多大力量 第一個側壓力 這個就是 進水壓力對不對 筒子裡面液體噴出去的壓力 叫做進水壓力 進水壓力怎麼算 P等於HD P等於HD 來 找一位大帥哥 找一位大帥哥 大帥哥叫做 三十二號 三十二 三十二 一共這樣 九十六 請坐 你答案叫做九十六 好為什麼九十六就是P等HD嘛 好 H 一百二十公分 密度零點分 算他就是九十六 OK 那下一個呢 問你說我要用手堵住它 要是多少 我剛剛講過 這裡的計算體幾乎都是什麼 上壓力等於下壓力 左壓力等於右壓力 那你手堵住就是 外外噴的壓力 跟你的手堵的壓力要怎樣 一樣 可是你的手是個鏡子的液體啊 不是 你的手是個固體對不對 怎麼算 F除以A 所以裡面壓力是P等於HD 是液體壓力 液體壓力 液體壓力 外面是手的壓力 要怎麼算 F除以A 好 就可以算出來 你的視力要多大了 來 找一位可愛大美女 大美女 大美女 大美女叫做十五 你慢沒有十五對不對 對 你慢沒有十五 四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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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答案 沒有 提供上 當然沒有算 F除以A 等於H除以D 我暗示你 F除以A等於H除以D 多少 三十 二 請坐 你說三十二 二 要避免它跑出來 就是壓力跟內外要平衡一樣 然後呢 裡面的是H乘以D 剛剛算出來九十六 外面是F除以A 它告訴我的面積是三平方公分A 然後一個F 你知道嗎 一算出來二 288克重 OK 就算出來了 就是 裡面的壓力等於外面的壓力 外面的壓力要用F3A 裡面壓力是H乘以D 就可以了 這就是我們一些簡單的練習 OK嗎 OK